中小企业博览会上 江苏中小企业围绕绿色创新集约的主题 协议批高科技产品集中亮相 我手中这个码的模型续续如生 也许你想象不到 它是这台3D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的 今后不仅设计图纸可以直接打印成模型 连产品也可以直接打印出来 3D打印技术 现在有人就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过程当中 这个3D打印机把过去二维的这种图纸 变成了一个三维的 能够拿在手上有真实质感的 这样一个立体的一个实物 本届中博会江苏共组织了87家企业参展 拥有国家级或省级高新技术产品 专利产品的有40多家 除了3D打印机 还有表情丰富的好伯特机器人 可以肩负起看家护院自动报警的使命 主人在外拿起身边的手机和电脑 就可以远程遥控好伯特在家中巡视 与家人进行视频通话 而长州精锐公司推出的 高端汽车变速箱试验检测设备 打破了我国汽车零部件高端试验机领域 国外品牌垄断核心技术的历史 今年江苏来探展的 也有集中了一大批的高科技的企业 这些都是体现了江苏中小企业 高科技的一些展品 也是我们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 一个良好的一个成果 2012飞越新江苏大型新闻行动的航空